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Jeffrey觉得很有必要针对手机芯片这个领域进行深度易懂的科普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历代A系芯片都是什么水平 因为iPhone 8 iPhone X已经被iOS17彻底淘汰 因此我们就从iPhone XR 也就是A12芯片开始讲起 为了让数据更加真实可信 CPU以最新的PeakBenchRail为准 GPU以曼哈顿3.1为准 同时我们会补充芯片的能效数据 并且简明扼要地给一个结论 让大家全方便地了解A系芯片的综合实力 A12芯片是苹果第一款7nm芯片 同时也是一代人的回忆 作为18到19年发布的旗舰芯片 A12可以说是一代神优 以至于直到2022年 都有人觉得它还可以再战三年 这主要是因为那两年的骁龙888 骁龙8 Gen1太拉了 综合体验甚至还不如A12 直到骁龙8加GEN1免时 A12的热度才慢慢降了下去 根据PeakBenchRail的数据 A12的CPU单核是1335分 多核为3130分 可以理解为骁龙870的89%性能 最重要的是单核能效 根据Spec06整数的数据 CPU大核是3.59瓦45.32分 换算下来单核能效就是12.62 根据曼哈顿3.1的数据 A12的GPU跑分为103.83fps 峰值功耗为5.98瓦 能效比相当于是17.36fps每瓦 提个数据 骁龙8 Gen1的大核整数 是3.89瓦48.38分 换算下来单核能效是12.43 这也就意味着 骁龙8 Gen1最关键的单核 甚至比A12还要差点 A13最大的亮点 就是在海市7nm工艺的前提下 性能实现了大幅提升 而且能效也没大下太多 再加上笑龙888雷肉不堪 联发科也还没站起来 成就了他一代神幽的威名 不开玩笑 当时搭载A13的机型是iPhone 11 只要你对性能有点追求 除了iPhone 11几乎别无选择 不像2024年 果子都被联发科打趴了 这在当时根本不敢想 根据Peakbench 6的数据 A13的CPU单核是1780分 多核为4300分 单核能效方面 根据Spec06整数的数据 CPU大核整数是4.61瓦 52.82分 换算下来单核能效就是11.45 这比A12略低一些 但是在颗粒解的范畴 毕竟还是7nm工艺 根据曼哈顿3.1的数据 A13的GPU跑分为123.6fps 峰值功耗为7.29瓦 能效比相当于是16.95fps每瓦 可以看出 A13相当于在A12的基础上 增加性能 同时功耗也在增加 可以理解为改良的超频版 能效基本维持在原水平 A14是令人失望的一代 因为大家原本以为升级5nm工艺后 A14会再创辉煌 但没想到是我们预期太高了 可能是初代5nm工艺还不成熟 A14虽然密度大幅增加 但是在高负载下 能效水平并没太大提升 反而是中低负载下更省电了 当然 这是在跑分软件上看不出来的 不管怎么说 台积电的5nm 总比三星5nm要强 根据PIT-6的数据 A14的CPU单核是2220分 多核为5300分 单核能效方面 根据Spec06整数的数据 CPU大核整数是4.42瓦 63.34分 换算下来单核能效就是14.33 显然 升级到5nm工艺后 A14的能效比是真的有在进步 根据曼哈顿3.1的数据 A14的GPU跑分为143fps 峰值功耗为7.3瓦 能效比相当于是19.58fps 每瓦 这进步其实也不小 简单总结一下 A14对比A13 性能 能效是双创提升了 只是裹粉们预期太高 再加上iPhone 12系列又做死 全息降低了电池容量 导致A14的口碑两极分化 值得一提的是 A14有两个版本 iPad上的A14性能量高 接近11%以上 如果说A14的胜利是带有争议性的 那A15就是毫无争议的同代无敌了 更成熟的N5P工艺 高达32兆的SLC 比A14犯了一倍 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亡者的气息 根据PeatBench6的数据 A15的CPU单核是2410分 多核为6150分 单核能效方面 要注意的是 A15的能效测试算法变了 根据Spec 2017测试 它的CPU大核整数是4.11瓦7.28分 能效相当于1.77 要注意 这个数字和刚才的Spec06整数 不是一个算法 作为参考 A14大核为4.35瓦6.47分 能效相当于1.49 而且A15最大的提升点 再与小核 粗略地看了一下 A15的小核在能效相近的情况下 性能比A14的小核提升了29% 简单来说 A15的CPU不仅性能更强 而且功耗也更低 妥妥的一代神U 根据曼哈顿3.1的数据 A15的GPU跑分为161FPS 峰值功耗为7.0瓦 5核心满血板是184FPS 峰值功耗为7.9瓦 能效比分别是23FPS每瓦 和23.29FPS每瓦 买到iPhone 13 14的用户 不再占个5年 都对不起这颗芯片 接下来就该讲讲A16了 它采用了台积电4nm工艺 其实就是第三代5nm工艺 考虑到A15提升这么全面 A16很难做出较大的改变 毕竟没有半导体红利了 根据Geekbench 6的数据 A16的CPU单核是2650分 多核为7150分 依然是在稳步提升 能效方面 根据极客玩的Stack 2017的数据 算上主板功耗的话 A16的大核能效约为1.79 而A15的大核能效约为1.72 提升了大概4%左右 GPU方面就有些挤压高了 根据曼哈顿3.1的数据 A16的跑分是197FPS 但是功耗高达8.47瓦 能效相当于是23.25FPS每瓦 几乎和A15一样 用媒体声来形容也不过分 但总体来说 A16还是比A15好些的 这一点主要体现在CPU单核功耗更低 日常使用体验更好 但感知会比较有限 任谁都会觉得 首发3纳米工艺的A17 Pro 应该就是地表最强芯片了 但是 A17 Pro属于是苹果的翻车之所 你可以叫它火龙果 首先是CPU方面 同样是TIC扁驱用测试 A17 Pro的单核 多核 分别是2980 7850 看起来还是在稳步提升的 但是问题在于 A17 Pro的能效是没有进步的 这里继续按照极客弯的 Spec 2017数据来对比 CPU大核能效方面 它的能效是1.62 虽然性能强了 但是大核峰值能效 几乎倒退到了 比A15还不如的水平 曼哈顿3.1测试 A17 Pro的成绩是204fps 比上一代只提升了个位数 性能提升小就算了 功耗也翻了车 它的GPU峰值功耗 提升到了恐怖的9.81W 能效相当于只有20.79 作为参考 骁龙8GEN3的 曼哈顿3.1是280fps 峰值功耗为10.2W 能效相当于27.45 GPU性能向来是苹果的优势 而A17 Pro牵手推翻了 我们的固有印象 3nm真的提升了个寂寞 这下好了 落后有张两代的 反而变成了苹果 iPhone 16系列所搭载的A18芯片 在性能方面相较于 前代产品确实有所提升 然而这种提升并未如先前所预期的那样 A18 Pro芯片在GitBench 6的测试中 其单核得分高达3500 而在多核得分方面 达到了8200分 与前代相比 A18 Pro芯片的单核和多核性能 分别提升了于20%和13%左右 从这个数值来讲 对比前代变化不是很明显 这款芯片不仅继承了 前代N3B制程的优秀基因 更进一步升级为 更为精湛的N31制程 这一变革不仅提升了 芯片的制程工艺 N31的晶体管密度 虽然降低了8% 却实现了性能 能效和良率的全面提升 总的来说 从苹果A系列历代的性能 提升幅度可以看出 硅基半导体芯片的发展 已经基本到头了 综合提升幅度在逐步受窄 不过虽然提升百分比在减少 但是实质的性能提升增量 却基本维持差不多的水准 因为基数变得更大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历代A系芯片中 谁才是你心中的一代神优呢 欢迎与我们交流互动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请订阅关注Jeffrey Tech 我们下期再见